我们知道现在都是网络的世界 人手一手机 你什么问题都能够在手机里面找得到 一切的答案 对吗 地上的一切答案 天上是找不到的 天上只有神的话 你才能找到神的天上的答案 智慧 所以你很常 一哪里不舒服 一哪里有痛 很多人就找谷歌先生了 对吗 谷先生请出来了 请他出来告诉我说 我这一个症状是什么问题 对吗 很自然 然后找一下 哇 如果说他的症状讲得很 有几条你符合的 接受了 很诚实 这个姐妹 是啊 马上接受了 我们都是 我也是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思维 你感觉到不舒服 你感觉到有这样的症状 马上找谷歌先生 有的问题 有的答案 你越看 越怕 对吗 本来你在平安的状态里 对吗 我们一直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平安里 你要记得 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平安里 因为他一直与我们同在 什么时候平安被挪去了 平安有不见吗 平安没有不见 耶稣没有不见 是你的思维 挪移啦 你相信了 因为你接受了这些 负面的 不好的 在告诉你不好的 答案 然后你怕啦 越看越怕 越想越怕 但是要先呢 赶快找下一个 要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吗 人很自然 一个流程 这是一整套流程 所以其实你已经 这个在告诉你 你的行为 你的想法 已经在告诉你 我的身体就是这样了 接受了 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 你信什么 就必得着什么 你信什么 你就必得着什么 但这些思想 我们让他来影响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 落入了 这个 谎言的里面 当你接受这样消息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马上 用神的真理去抵挡他 你就会有自然接受 生病是自然的 你如果没有 我拒绝接受 耶稣你受的鞭伤 我已经是健康的了 耶稣如何 我意 如何 你如果没有马上用神的话 神的真理去抵挡他的话 那这个谎言的种子 就会在你的生命中生根发芽 他就开始砸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 这个种子 就砸在你的里面了 他就会长出结果了 因为你天天相信他了吗 你没有拒绝他吗 你没有用神的话 把他给拔除了 他就生根发芽 然后生出结果来 因为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出 神的话告诉我们了 我们一生的果效 由我们的思想 由我们 所认知的 我们的想象力 来组成你这一个人 所以 你信得正确 你就会活得正确 你如果信得不对 你当然活得就不对呀 但你不需要有定罪 因为 我常常在这样思想里面 不需要定罪 回转就好了 不必定罪 神不是用他的话来定我们的罪 神是用他的话 使我们能清醒过来 破除一切蒙蔽我们的谎言 破除一切蒙蔽我们的思想 所以什么是 谎言 什么是谎言 凡跟真理不符合的 都是谎言 哪怕他很有道理哦 哪怕你生活的 现实上 他是真的是事实来的 但是 只要跟真理不符合的 与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成志工敌对的 都是谎言 在神的眼中 真理才是我们生活的指南 真理才是我们应该去找的答案 所以你不舒服了 你生病了 不要只是马上找谷狗先生 当然如果你找也没错啦 那就是你可以做这个选择你知道吗 你还有另一个选择的 就是找耶稣 找耶稣的话 来帮助你 来使你除去 疑惑 在耶稣的话语中 除去疑惑 当然 不是说 你有了这个新造的生命 你就不会经历 老病死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还未得救赎 我们还没有得着全新的身体 这个身体会在耶稣 教会被提的时候 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 那是完全的救赎 可是 我们却可以在十字架完工之下 在我们活在地上的年日 在教会还没有被提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先 享受到这生命的祝福 他说你现在就可以享受嘛 你可以享受到的 神 神不要你活在疾病里 神不要你活在痛苦里 神也不要你 你一直在宣告 我老了 我老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你身体就 自然界就是一直在老化的当中 你可以延还这个老化的 神要你健康的 有一天 我做好我的工作了 我要见主面了 我健康的回到主的那里 好得无比 这才是神要我们活在这地上的美好状态 不是 不是痛苦的 害怕的 恐惧的状态里面 因为耶稣是平安 而我们已经拥有这一个平安 我们已经 拥有 这一个 美好的生命 所以 诗篇103篇那里 第五节就会说 他使你如荫 凡老还童 他恢复你的清权 这都是他 给我们在这地上 可以享受的祝福 身体的恢复 不管是在老化中 还是在疾病中 身体都可以得着恢复 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的思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